中文字幕——YK 吉林德祥 你不知道的吉林 本节目由位于 中国肉鸡之相得会式的 吉林德祥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大家的收看 欢迎 天气已经逐渐升温了 已经到了初夏时节了 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到户外 去看看风景 访练一下身体 出去游玩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到那种 特别出名的大的景区 是啊 有的时候家门口的公园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说到公园 我前两年就看过 一个相关的报道 说咱们长春室内的公园 那个时候就有140多座 特别多 你算算 就是说你每周要逛一所的话 其实你得逛两年多 对吧 而且还在陆续的建设当中 无论是从公园的种类 到里面的景观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没错 比如说你想看牡丹的话 去去牡丹园 牡丹园没错 如果你想要去 逐步的话静乐团最好 静乐团 你想看数十种梨花的公园的话 哪 可以去梨花园 梨花园在哪 而且梨花园是目前常识市唯一一个 具有塑胶健身跑道的一个公园 特别好 就在南寺环上 知道了 这就同一次听说 还有 南西市的公园特别的丰富 它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在战桥上看荷花 还有那个帐篷的塑营地 还可以放风筝 特别精彩 看来这些公园你都没少逛是不是 中国的时候领家人出去的时候 在家庭下就可以欣赏到很多的美景 这市民充分地享受到阳光绿地 新鲜空气 感受到生活的情趣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 干啥呀 逛公园去吧 说话的公园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舞台上 又有哪六位选手 掌声欢迎他们 好 再次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六位选手 来到你不知道的几天的舞台上 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精彩表现了 是不是 那究竟谁会成为我们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呢 有请 曾光为我们选出今天的首位挑战者 来看一看 三 二 一 听 正有请喜剧新势力 来 有请 我叫耀生 是来自长春草台喜剧馆的一名脱口秀演员 即兴喜剧演员 很高兴地能够来到咱们这个民间脱口秀的发源地 咱们的大吉林 谢谢大家 哦 民间脱口秀的发源地 也就是咱那个东北人 各个都是 段子手 段子手是吧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从这个电视上看 是吧 两单你去机场看过吗 对 我还真是一直想去 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现场看咱们的脱口秀 这纳闷真的有很多观众去买票看你们脱口秀吗 票房好像还不错 有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 有的时候观众会稍微少一点 我们演过非常尴尬的上演出 只有一个观众 你跟我讲讲 一个大哥当时是坐在这个我们的C位前面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不是最尴尬的 是 最尴尬是那天我们七个演员 然后我们在后台就商量怎么演 我们在后台商量个决策 说不行围着大哥演 怕他跑 对 怕他跑 后来我们就演的时候转了圈 转圈转圈演 转了三圈大哥害怕 大哥站起来问我们一句话 说小伙伴我问一下 这个是做法的是不是 最后更吓人 咋了 最后大哥站起来说不行我说两句吧 对啊 那你说这七个演员围他演 那歌谁谁不毛啊 是吧 即兴脱口秀 对吧 你看下边如果是有一个观众 那也得演 是 如果面对很多观众 面对不同的类型的观众 很多脱口秀跟相声一样 有结茬的下边是吧 对 有一些搭话什么的 包括那次我演出就是 然后大哥跟他一顿说话嘛 我就跟那个大哥说 我说大哥我说脱口秀呢 能不能稍微小点事 大哥站起来跟我说一句话 就小样 这点错证警受不了 但是还安累你呢 确实啊 还是好心 你刚才说的真是脱口秀演员的 一把心酸泪啊 但是都是经历 太不易了 也有特别满足 特别让你感到兴奋 然后整个人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吧 也有 有很多 一定是啊 因为他一定是源于热爱 然后才能够在这些挫折当中 这个百炼成纲 对不对 是是是 真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正常演出的时候 然后当你写的段子啊 你这个通过你的表演 这个技巧展现出来 底下观众笑的时候给你反馈 你那种精神满足感是特别特别好 今天在这舞台上呢 也要考验你 对于大吉林 病得脱口秀 我觉得好像简单一点 这还真不是 我是辽宁盘解人 对 所以来到这儿 节目组找到我的时候也说 参加一个节目 我叫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个吉林 我说我真不知道啊 我没没来对了 那就学习一下好不好 好 来 环视一下你周围的五位应战者 挑选其中一位 我选灌篮高手 灌篮高手 对 一起来议试一下 大家好 我叫侯万泽 杨春不得泽万物声光辉 我是一名篮球清训师 来自体育文化公司的一个教练 曾带队获得全国青少年篮球公开赛的 长春赛区季军亚军 并荣获优秀教练员陈浩 很高兴来到这里 一名青少年篮球的教练员 我目测好像你身高有1米80左右 每到1米8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比我高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了 1米70多的世界知名球员也有不少 也有 对吧 你的优势和你的长处是 我的优势就是慢 就比老大也还慢 我了解 其实他不是快不了 因为他个子不是很高 本身他应该会是很灵活的 对 相比高个子运动员 但是他可能故意把自己的频率 有的时候把那个节奏打破 就会影响场上对手的那个状态 对 您说的太对了 当一个教练的身份 尤其带出了那么多有成绩的团队 也会很有成就感是吧 是的 有些孩子虽然比较调皮 但是有的时候吧 他也能给予你力量 就有的时候他会看到你 哎 教练你流汗了 要不要歇一会儿 他就特别的暖心 年纪都不算大的小伙子今天 在我们第一轮的比拼之上 看看谁能够最终胜出 尤其二位 不如答题区 二位选手先抢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我们喜剧新势力啊 脱口秀小演员率先答题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吉林省全面启动 陆上风光三峡工程 其中某市是 国家首批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 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 和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在发展清洁能源领域 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是哪呢 A 白城市 B 四平市 A 白城市 正确 2020年在全省农业农村发展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名单中 属于十家黑土地保护县的 试一下哪一个呢 A 黎树县 B 镇来县 A 黎树县 正确 黎树模式嘛 黑土地当中的大熊猫 来继续听题 吉林省有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当中 有一项庄重的宴席式全阳席 用其民族语言称之为秀斯 请问这是哪个少数民族呢 A 朝鲜族 B 蒙古族 B 蒙古族 对 有一家1984年成立于长春的出版社 是中国第一家出版妇女和儿童读物的专业出版社 在全国图书界拥有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家出版社的名字是什么呢 A 时代文艺出版社 B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B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正确 东北Younger起源于劳动生活 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广大群众 喜乐见的一种民间歌舞 请问东北Younger起源于什么劳动生活呢 A 插秧耕田 B 伐木为烈 A 插秧耕田 你给我比划一下吧 它怎么插秧耕田 都没样子 对 拿两个 对 来吧 这就往上插 对了 你看看 这非常快乐在劳动过程当中 回答正确 有一部根据梁小生作品改编的 同名电视剧在吉利省取景拍摄 反映了中国百姓近50年的生活与奋斗 该剧由出生在长春市的导演李璐指导 雷家音 宋家 樱桃 余河北主演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是什么呢 A 平凡的世界 B 人世间 B 人世间 请问2021年4月全国女足锦标赛的决赛中 长春大众猪越女足获得了哪一个名次呢 A 冠军 B 亚军 A 冠军 正确 这是一道视频题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吉林级的著名演员张小龙 为大家出题请看 分享吉林知识 弘扬家乡文化 各位万福金安 我是张小龙 欢迎您走进你不知道的吉林 除了演员之外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李怡指导 在青庄剧后宫真欢传当中呢 我饰演的太医温诗初 除此之外 我还担任了该剧的李怡指导 而吉林省作为满足的聚集地发祥地 流传下也有很多的礼仪风俗 像是打签礼啊 就是清代满足男子下对上通行的一种礼节 那么请问打签礼这个动作是 曲左膝垂右手呢 还是曲右膝垂左手 我们在这个轻功戏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啊 这个下级对上级以下对上的一个礼节 到底是曲左膝 就是左腿弯曲 垂右手 还是曲右膝 右腿弯曲 垂左手呢 请做答 A 曲左膝垂右手 是标配上这个 回答进去 图片中是2021年3月 国家航天局发布的 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位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 拍摄该照片的高分辨率相机 是在哪个机构研制的呢 A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B 吉林大学物理学院 A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的光机所 来 继续听题 吉林北山玉皇阁里啊 有一座店叫做老狼店 里面供奉的是被称为 唱戏祖师的历史人物 那你知道这历史人物是谁吗 A 唐明皇李隆基 B 宋徽宗赵吉 A 唐明皇李隆基 赵吉是写字写得特别好啊 这个李隆基他特别爱唱戏 他既写戏 他也唱戏 但是轮到他唱的时候呢 这个豹木的主持人总不好说 有请皇上来给我们唱一段吧 他就怎么说 来 给他改了一下名 有请老狼给我们唱下一段戏 所以这个老狼老狼 就这样就作为唐明皇 在唱戏上的一个雅号了 正确 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 也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马尔湖群 是吉林省的哪里呢 A 龙岸群国家森林公园 B 长白山天池 这两个我哪块都没去过 我 B 长白山天池 长白山天池啊 这个马尔湖啊 区别于其他这个火山口湖的特点呢 它是平地爆发的 然后蒸汽和泥石同时爆发 而形成的这个火山口啊 长白山天池 它也属于火山口湖 但它不是平地爆发的 它是高山爆发的 关键就是来长时没出去玩 没出去玩 就在家编断的了是不是 对 编断的了 天天爱吃 好 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龙岸群国家森林公园 所以由于你的失利 要给对方加一分 长白山区盛产的药材金银花 其花初开的时候是白色 后来呢 转为黄色 其清热解读的效果特别好 请问金银花的学名是什么呢 A 忍冬 B 连翘 选B吧 连翘 这个都是遇到了我们的盲点是吧 对 哎呀 这个小哥俩啊 真的是特别谦让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中 互相送给对方一分 正确答案 金银花的学名记住了 是忍冬 送给对方一分 再次到达了赛典 最后一题 金银花有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他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 《尘土豆的红灯笼》 在2019年获得了中宣部 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短篇童话我成了250先生 获得2019年度漫画周刊儿童文学家作奖 请问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A 张勇军 B 谢华良 A 张勇军 这个特别肯定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懵的 懵的都能这么自信 A 张勇军 好 我们的正确答案 这道题关乎了他接下来的挑战者 哇 听到了吗 我们的正确答案 是 B 谢华良 好 尽管没能挑战成功 但是两位选手依然是合力 为我们奉上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送你一条库里橄榄石的宝石项链 好不好 谢谢 感谢你的参与 来 三 二 一 拜拜 好嘞 我们来看看 你闯过了第一关 我们的奖品是有大米姐 还有华盐济护肤品 有海尔空调的礼品 奈优臣护肤品 还有云林野山参 这么多的礼品 一二三四五 选一个 一吧 当然是一了 一 一马当圈 你可以获得由奈优臣被提供的 精美护肤品套 我给你 好 好 挑战继续 来 选择一下场上的其他四位选手 我选功强力 来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品味深功诚实 感受历史文化 大家好 我是维满皇宫博物院 讲解科科长王曼 现在也是全国首批红色旅游 五号讲解员 吉利省金牌讲解员 讲好家乡故事 中国故事 我一直在路上 来自维满皇宫的一个 金牌讲解员 而且你注意到梁南吗 你看他这棋牌怎么样 非常漂亮 棋牌美 人呢 不光身材好看 人长得漂亮 声音还动听 对呀 要不咋是金牌呢 那这旗袍 其实就是咱们满足的传统旗袍嘛 应该是经过改良的了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件旗袍呢 它也有它的来历 是这样的 2019年的时候 我愿推出了首部大型原创历史画剧 江浦仪在北满中国生活的14年 以画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 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让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快速的了解那段历史 这是我愿在工作上的一次创新也更加封实了我们的讲解内容 在这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的所有人物 全部都是由我们的蒋景元去扮演的 我在其中扮演的就是末代皇后宛容的角色 这是我在其中的一件戏服 的确是很有创意啊 那在演过这部话剧之后 你是不是也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理解 没错是这样的 我认为呢 历史就像浪潮 而历史人物就是浪潮中的浪花 我很有幸出演了这部话剧 并且扮演了宛容这一个悲情的角色 说实话 其实从了解她到成为她 我也是不断地揣摩不断地学习 我翻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照片还有资料 这个宛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 她是奇人当中文明侠耳的美人和才女 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包括她也是我们现代女性修身旗袍的创始人 所以在有过参演的经验之后 我在美美蒋姐走到她的寝宫 激西楼的时候 我也会想 宛容这样有才华 如果她有幸生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凭她的阅历 她会成就些什么呢 而如果我穿越了历史 我又会做出哪一个选择呢 谢谢王满啊 这样生动的讲解 真的是把冰冷的历史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的生动和鲜活呀 是的 马上我们宛容的扮演 只有我们来自于 维满皇宫的金牌讲解员 王满即将登上 你不知道吉林的挑战舞台怎么样 让你不知道的宛容 带你了解你不知道的吉林 我来了 好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灌篮高手 和我们的攻枪力 共同步入打题区 首先请二位选手来抢夺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由我们的攻强力和率先答题 好 二位选手请准备 答题开始 2020中国汽车风云盛典上 来自于一汽集团红旗品牌 C加级豪华旗舰轿车 获得了评委会年度创新大奖 请问这是哪一款车型呢 A 红旗 H9 B 红旗 EHS9 红旗是我们长春的骄傲 长春也被叫做汽车城 所以这道题我很了解 选择A 红旗 H9 正确 吉林德乡集团是吉林省肉鸡品牌的 领军企业 请问集团现在拥有几家 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呢 A 一家 B 两家 B 两家 两家分别是我们的德祥牧业和德祥食品 不幸回答正确 吉林省有很多地名都叫做顶子 比如说四方顶子 摩石顶子 那么请问这个顶子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A 山峰 B 溶洞 我们长春市区内的最高峰也有一座山 它就叫做大顶子山 站在大顶子山上就可以俯瞰整个长春市区的钱 所以我知道它写则A 山峰 曾经获得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榜单上第一 2018亚太知名特产2019年区域公用品牌神农奖等的是吉林省的哪一个品牌呢 A 长白山人参 B 茶干湖雍鱼 B 茶干湖雍鱼 正确答案是长白山人参 A 由一个回答错误要为我们的强力加上一分 有一种东北的传统美食将猪肥肉切成小块放进锅里边熬出油 剩下的肉渣香脆不腻 请问这是什么呢 A 由墩子 B 由梭子 这个我爱吃 我外婆也经常做给我吃 是B 由梭子 回答正确 下一题是一道视频题 首先来看一段视频 好的球人 过硬的心理素 战术素养 和对场上局面把控的能力 三位一体绝一不可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呢 是一部热播剧的片段 是由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的著名导演吴百监制的 他的作品呢还有很多 包括心理罪 武董局中局 扫黑风暴等等 那么视频当中 他的这部作品的名称是什么 A 荣耀乒乓 B 奋斗吧 少年 A 荣耀乒乓 回答正确 吉林省有一个少数民族 在元宵节当中的一项传统活动 是火炬战 就是点亮火炬 比谁的火炬亮的时间更长 那么请问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呢 A 朝鲜族 B 西伯祖 我选A 朝鲜族 回答正确的 吉林省静月坛呢有一种花学名为策金斩花 经常在阔夜林区的洞土当中发芽生长 金黄色的花朵顶冰而出 有奥春寒的特性 素有灵海雪莲的美称 请问这种花的名字是什么 A 雪莲花 B 冰灵花 A 雪莲花 素有灵海雪莲的美称 但是它的名字却叫做冰灵花呀 回答错误 又给我们的金牌解说员加上一分 长春电影这片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率先抑制了大量的外国优秀电影 其中有不少东欧的国家电影 请问下列哪个电影是当时抑制的 杰克斯洛伐克的影片呢 A 普通一兵 B 好兵 帅客 我选择A 普通一兵 看铁干 请问下列哪部电影是当时抑制的 杰克斯洛伐克的电影 普通一兵是苏联排的 陈一汉 回答错误 各位我的过篮歌手加一分 请看下一题 把零散的土地整合分割成块 接受社会认领并且接受私人定制 在该块土地呢 种植的稻米成熟之后 再寄给认领人 这是岩边州 和龙市 光东村和宁波市 共同推出的创新扶贫项目 请问这种模式被称为什么呢 A 合约稻田 B 共享稻田 A 合约稻田 其实这种形式呢 它对于农民来说是很合适的 因为它可以省去中间商赚差价这个环节 利润更多了 这种形式叫做共享稻田 很遗憾 回答错误 再给我们的金牌奖解员加上一分 这轮挑战结束 由我们的金牌奖解员 我们的黄宫丽颖胜出 我们的小帅哥灌篮高手 送给一条富力橄榄石的宝石项链 感谢您的参与 三 摆出你的姿势吧 好不好 打球的姿势 三 二 一 拜拜 从农场到餐桌 我们感恩每一份大自然赐予的营养 从家乡到全国 我们珍视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和健康 十七道工序的专业生产 食于向国家认证的放心品牌 绿色好品质 美味更健康 吉林省肉鸡品牌领军企业 吉林德祥 来自黑土地的健康产品 做中国人的放心肌肉 打造吉林省的优质品牌 吉林德祥 好 恭喜我们的宫墙丽颖挑战成功 成为我们新一任的挑战者 来吧 选个礼品吧 二三四五 那我选择三号 你可以获得那首吉林省柳丽 粮食有限工资 为你提供的大米姐复兮优密一盒 送给你 来 小箭旋旅 继续前行 既然挺到了第二关 我们就开心一点吧 选欢喜小村官 来 吃一下 大家好 我叫卢俊宇 是吉林省的一名乡镇机关选调生 19年毕业 现工作在吉林市传营区欢喜乡 同时在欢喜乡同匠村 担任一名大学生村官 脚下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有多少真情 很高兴能够在毕业之后 扎根家乡的沃土之中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 为吉林省的基层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这些年我们的国家 也制定了好多相关的政策 引导大学生毕业之后 到基层工作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那你到乡里去 你多长时间了 我是19年来到欢喜工作的 两年的农村锻炼 你有啥感受啊 我刚来基层的时候 虽说我们欢喜乡 是一个市郊的乡镇 但是其实它的道路 是非常的破的 我开着我自己那辆车 走在路上的时候 叮叮光光 然后尘土飞扬 有的时候下乡还要翻山越岭 特别难受 由于这条道路的话 特别影响了我们群众的出行 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之下 我们就进行了一次 特别大规模的人居环境整治 现在您再来到欢喜乡 就能看到整洁的板游马路 并且道边的采草舵 垃圾 我们也都清理干净了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修建了许多文化场所和围墙 如果你现在再来跟两年前一比的话 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谢谢你为家乡的发展 贡献出属于自己的青春和热量 刚才俊宇说了 刚到村里的时候 正好是19年 对 19年摸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赶上疫情 准确说是20年初 因为我19年10月份参加的工作 大约就三四个月 然后全国就爆发了新冠疫情 5月份的时候 苏兰又爆发了一次小疫情 我们乡作为全区唯一存在 外部输入的确诊病例 当时心真的是揪起来的 因为新冠疫情的传染性 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所有群政 所有党员干部 都积极地严防死守在一线 带领全乡百姓做核酸检测 运送物资对密切接触者 进行转运 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 所有人民公仆 所有党员应该做的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其实有一些滋味 只有自己能够知道 有其二位 不如答题去 二位写手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的工程力 帅先答题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请问下列哪个村臀 被农业部等部委评为 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 最美渔村 A 松原市茶干狐腿 B 四瓶市红嘴腿 茶干狐的胖头鱼 所以选A 松原市茶干狐腿 正确 请问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境内的大型油田 叫什么名字呢 A 吉林油田 B 松江油田 这个油田虽然在松原 但它叫吉林油田 所以选A 吉林油田 正确 东北方言当中 外道一词常用来行什么呢 A 客气见外 B 开朗大方 你跟我外道啥呀 选A 客气见外 正确 在早年的东北地区 过年的时候有一种习俗 叫做打年纸 它的意思是啥呢 A 买年货 B 贴春帘 如果我在乡镇工作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知道 A 买年货 就是拿纸包上 以前咱们没有那个塑料袋 回答正确 请问一下 属于东北地区美食代表的是哪一个呢 A 铁锅盾 B 包仔饭 A 铁锅盾 正确 在吉林东部地区文化习俗当中 每年的一历三月十六日 为了纪念山神爷老把头的生日 而举行的节日是什么呢 A 木把节 B 丰山节 A 木把节 回答正确 冰葡萄酒 仅德国 加拿大 奥地利 中国等少数的地区可以生产 因为它对于产地原料要求苛刻 产量稀少 被称为是上帝赐予的酒 北冰红是我国农科院 培育出来的国内外第一个酿造冰葡萄酒的山葡萄酒品种 请问它在吉林省的主要产地是哪呢 A 吉安市 B 普松县 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 那我就猜一个吧 选A 吉安市 吉安的山葡萄非常有名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红楼梦》开篇写 《珍世隐遗梦通灵》 《降猪仙草》 生于大荒山 无鸡崖青梗峰下 而在《山海经》当中也提到了 大荒之中有山 请问据研究 这个大荒山都提到了这大荒山 指的是吉林省内的哪座山呢 A 长白山 B 猪雀山 A 长白山 回答正确 来 下一道 长白山满足文化博物馆呢 是全国首家 以长白山满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展示了长白山满足历史源流 满足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等 这家博物馆在哪呢 A 白山市 B 通化市 我选择A 白山市 回答正确 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最高奖是金鹿奖 这个奖的名称是在第三届长春电影节上确立的 那么请问在此之前最高奖的名字是什么呢 A 长白山金奖 B 长春金碑奖 应该是A 长白山金奖 知识的盲点 没关系 有一些道题回答错误要被对方夹成一分了 来继续听题 1985年 吉林大学考古专家在吉林省某地发掘的玉石龙 以石灰岩为原料雕刻而成 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其发掘地也因为一顿传说而被誉为是黄龙府 请问这个地方是哪呢 A 农安县 B 辉南县 对 最早我们长春就叫做黄龙府 所以说农安也是我们长春的一部分 选择A 农安县 这个玉石龙当时出土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 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呢 哎呀 我们的小村官欢喜小村官 有点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是 其实会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特别谢谢你为我们欢喜乡带来的变化 还会继续扎根农村多久呢 应该至少还工作三年以上 而且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年轻的学生吧 能够扎根在继承工作 为咱们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谢谢你一条富丽甘历池宝石项链送给你感谢你的参与 也特别谢谢你从吉利市欢喜乡一路过来 准备三 三 二 一 继续 恭喜我们的功强力再次挑战成功 选择二 四 五 选择一个礼包 那我选择二号 海尔空调为你提供的海想睡乳胶诊 还剩下两位挑战者了 青春景师录 我们的无悔二十年 选哪一位呢 那我想听听姐姐这二十年的故事 那选择无悔二十年 好 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杨燕 在长春市南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我是一名君嫂 她意味着我既要撑起家庭的一片天 又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 成为君嫂二十年 我早已把自己融入绿色方阵 而且无怨无悔 谢谢大家 欢迎我们的君嫂杨燕老师 我们在这儿也要恭喜我们今天的这位君嫂 她在三月份 今年的三月份 刚刚获得了咱们吉林省首届最美君嫂的称号 作为君嫂 二十年了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等待和盼望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已经结婚二十年了 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 我们俩最短 半个月能见上一次面 几个月不见面 或者是半年以上不见面也是长事 可能别的夫妻用年用月来算日子 但对于我们俩来说 就要用天小时甚至是秒来算日子 二十年了就一直在这样的等待和盼望中度过 在这二十年的君嫂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回忆 或者哪些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 难忘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二零一零年 我爱人那时候在白山服役 那一年的七月份白山是遭受了特大洪灾 我的爱人呢 他带领的官兵就迅速地投入到了抗洪前线去了 当我得知他们前线在饮食方面出现了问题之后呢 我就义不容辞地自掏腰包 买了一百箱矿泉水 买了一些熟食和面包 租了一辆车 亲自送上一线 当时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嘛 道路特别泥泞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阻挡不了我 为他们送温暖的脚步 大雨滂沱 道路泥泞 弄得我满身都是泥浆 当我一步一辆呛地把东西收到堤坝上 然后送到官兵手里的时候 我看着所有的战士 还有就是看到所有的官兵的脸都已经根本看不清模样了 但是他们看到我来了以后 都露着小白牙对着我笑 但是眼里却是泛着泪花的 哎呀看到那一刻的时候 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向您致敬 向解放您致敬 尤其二位选手步入答题区 好 首先请二位选手来抢夺优先答题权 三 二 一 开始 这轮由我们的攻强力优先答题 选手请准备 答题开始 解离省草原资源丰富 请问主要分布在哪个区域呢 A 西部区域 B 东部区域 B 东部区域 这个西部地区你看白城方向啊 有很多这个国家级的草原资源非常丰富的森林公园 所以一上来啊 我们的这个攻强力就送上一份 正确的应该是西部地区 啊 回答错误 下一题 请问下列哪个国家级平台落户在吉林省通话市呢 A 中医药产业展览交易基地 B 换热气国家中心 中医药产业展览交易基地 回答正确 东北方言 倒刺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什么呢 A 打扮 B 捣乱 像我今天上台之前就进行了一番捣着 所以选择A 打扮 正确 请看图 图中是东北地区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野菜 使用的时候可以凉拌 也可以晒干了做汤 也可以和馅做成菜婆婆 请问这是什么野菜呢 A 侧老牙 B 柳号牙 这个答案我太知道了 应该选B 柳号牙 回答正确 吉林省内湖泊众多 请问以下哪一个蓄水量更大呢 A 静月潭 B 长白山天池 我选择B 长白山天池 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大的火山湖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湖 和它的总蓄水量达到了20.4亿立方米 相当于2.91个茶干湖 78.76个静月潭 680个南湖这么大 所以正确答案 长白山天池回答正确 下面一道题目是一个视频题 首先来看视频 好 我们刚才看到视频当中呢 是纳英翻唱的一首歌叫 《出现又离开》是由长春级歌手梁博 原创并且演唱的歌曲 那么你知道梁博 他毕业于吉林省的哪座高校吗 A 吉林艺术学院 B 吉林动画学院 我选A 吉林艺术学院 回答正确 吉林省有一个少数民族 他们在问对方年龄的时候 经常说你吃了几碗饼汤了 因为在传统的民俗当中 每年的正月初一 要吃一次饼汤就意味着年龄增长了一岁 请问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呢 A 满族 B 朝鲜族 这个好像我了解了很多满族的习俗 但是好像满族没有这一条习俗 B 朝鲜族是不是吧 在正月初一的时候 要吃饼汤的这个少数民族 他是朝鲜族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吉林省特有的代表性地方剧种 在二人传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 代表性剧目有蓝河院 陶丽梅 包公培琴 燕青麦线等等 请问这是什么剧种呢 A 黄龙戏 B 极具 B 极具 回答正确 据吉林地质记载 沿松花江两岸居住的居民 冬季以树犬驾舟形如敲 雪后则夹板于下 铺以兽皮 以钉固之 令可成人 持高次第 上下如飞 请问这形容的是 早年间东北地区的 什么交通工具呢 A 爬里 B 乐乐车 我选择A 爬里 回答正确 吉林省有一家全球最大的 重组人生长激素企业 并且始终保持着 生长激素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成为了生物制药领域的中国名片 请问这家企业的名字是什么 A 金赛药业 B 紫青药业 A 金赛药业 恭喜你 答案是正确的 金赛药业 吉林省前安大布苏尼林景区 曾经同时出土了 一瓷一熊 两件完整的远古动物化石 是国内的首次 请问这是什么动物 A 披毛西 B 猛马像 我选 A 披毛西 在我们前安的大布苏地区 它被誉为 披毛西之乡 所以正确答案 披毛西 回答正确 清朝一共有五大围场 分别是永定门外的南苑围场 热和木兰围场 还有索悦尔记围场 还有另外两个 都在我们吉林境内 那你知道 这两个围场的名字 分别是什么吗 A 圣经围场和吉林围场 B 长白围场和松花围场 A 圣经围场 吉林围场 圣经围场是在今天的 辉南 东风和东辽等地 吉林围场是跨 韩石 化电 双阳 一通等地 正确答案 A 圣经围场 吉林围场 恭喜我们的对门军藏 回答中去 7比5 胜充 也特别谢谢 谢谢我们的围满皇宫的金牌奖酒员 王蔓的参与 一条美美的富力橄榄石 特别配你绿色的 顺便你保持教练 好的 感谢 好的 拿走个准备的奖品了 3 2 1 再见 好 恭喜我们的最美军嫂 成功地接受了挑战 成为我们新一任的挑战者 选择一个礼物送给你 4号 5号请选择 5号吧 你可以获得的是由华严经 为你提供的精美护物服品一套送给你 好 谢谢 今早有点遗憾啊 好像都被挑完了 最后一个了 是吧 因为军警不分家嘛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青春警示录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林司法警察学院 学员三大队的王林松 很荣幸会以警校生的身份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相信青春有很多样子 但我庆幸 我的青春有藏青蓝的样子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 优秀的人民警察 希望通过你不知道的吉林 展示我们警校生的风采 谢谢大家 警校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和一般大学 已经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因为会有很多 专业化的训练是不是 对对对 关于警校生活 我只能说特别充实 周一至周五的早操和晚自习 是我们的朝朝暮暮 从目前断 跑操结束后 内务要最高标准地去完成 早操 早课 午课 上课前都要先排队集合 报完数再走最列区上课 行进路上也会听到我们 慷慨激昂的口号 我记得有的人说 说如果这辈子没有当过兵 可能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遗憾 我觉得他们这个警校生活 可能就会弥补这样的遗憾 因为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 也能够体验军事化的管理 是不是 对对对 好的 那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面对的君嫂 有信心吗 那我就用我们三十一中队的口号 来做挑战宣言 警院学子 城志绿意 端一中队 勇猛无畏 谢谢大家 你刚才这口号 应该是几十个人一起喊吧 其实可能他们那个列队 或者说在什么操练的时候 他们那个口号都是 加低了声音 有那种气势 对 能不能重说一遍吧 那口号不往下走 都往上走 警院学子 城志绿意 三一中队 勇猛无畏 来 游戏二位 入打题去 二位选手先抢优先答题权 三二一开始 我们的小警官率先答题 二位选手做好准备 答题开始 图中呢 是吉林省长城市平面设计师林祥 为中国几十个省市创作的福字 并且呢 将各地的文化特色元素融入其中 那你知道下列哪一幅是 它为咱们吉林省设计的吗 我觉得应该选RB 因为RB的那个偏袍 那个福字 那个有一颗人神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A是那个福建 福建那个土楼的感觉 请问中国农民画馆 位于吉林省的哪个县呢 A 东风县 B 辅松县 A 东风县 回答正确 江水滔滔 湖水荡漾 雁飞鹤舞 芦花开放 清晨牧羊 傍晚洒网 五股风灯 鱼米飘香 这是2019一个也不能少 吉林省文艺扶贫 原创歌曲的优秀作品 聊会的是吉林省内的一个地方 那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吗 A 明月 安居图 B 默默阁 我觉得应该是RB吧 默默阁 默默阁是白城地方 一个非常美的 我们的师弟 回答正确 作为边疆省份 吉林省边境线有1400多公里 它和哪个国家接壤的边境线更长呢 A 俄罗斯 B 朝鲜 我感觉这道题就是为我准备的 因为我的弟弟就是边防金人 他是朝鲜 吉林省和朝鲜接壤更多一些 跟俄罗斯的接壤大概只有200多公里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东北年豆包馅常用小豆制作而成 那么皮是用什么制作而成的呢 A 黄米面和姜米面 B 玉米面和白面 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 很喜欢煮我包豆包食 我觉得应该是A 黄米面和姜米面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吉林省有多个国家级持名商标 请问下列哪一个是药品类的 国家级持名商标呢 A 顶路 B 东宝 B 东宝 顶路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水鱼的品牌 东宝 回答这些 吉林省有很多的地名来自于蛮语 比如说书兰 那你知道这书兰在蛮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呢 A 果实 B 粮仓 这个确实是什么好点 不知道那个满雨是什么 那我就选RB吧 书兰满雨的意思是果实 所以我们的小警官要给对方加上一分 继续听题 请问一汽解放J7 智能装配线 附赛汽车电子产业园 合润工业园等 位于长春市高质量发展四大板块的哪一个板块呢 A 中韩长春国际示范区 B 长春国际汽车城 应该是A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他们都位于长春市高质量发展四大板块当中的选项 B 长春国际汽车城 由于这道题 我们的君嫂回答错误 要给对手加一分 太遗憾了 来 我们继续听题 吉林省旅游产业充分挖掘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内涵 请问以下属于长白山当地民俗文化的是哪一个呢 A 渔猎文化 B 木邦文化 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选2B 木邦文化 回答正确 清朝有两位皇帝东巡吉林市 请问是哪两位皇帝呢 A 康熙乾隆 B 道光咸丰 我选A 康熙乾隆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乌里格尔是蒙古族群众长期以来喜闻乐见的取义形式之一 那么请问乌里格尔是什么意思呢 A 故事 B 伴奏 因为它是曲异形式之一 我觉得应该是伴奏跟曲异相关 乌里格尔它是蒙古族说书的意思 所以它说的是啥呢 说的都是故事 所以你的答案是错误的 来 再给我们君嫂加一分啊 比赛再次到达了赛点 继续听题 长白山有一座海拔2543米的山峰 山头终年是云雾缭绕的 即使是晴天也看不清风顶的轮廓 传说呢 此风是直通天宫 那么这座山峰的名字是什么呢 A 天云峰 B 天火峰 到底是哪一个峰 这个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 A 天云峰 天云峰传说被称为是天庭和人间相连的天梯 因为这个得名啊 所以你最后的答案 天云峰是 终确的 恭喜你 谢谢 谢谢我们来自于吉利景观学校的 我们未来的小景观 感谢你的参与好不好 好 就最后给大家敬个礼吧 好 敬个礼吧 谢谢 谢谢 送给你一个复理橄榄石的项链 准备 3 2 1 再见 恭喜我们的最美君嫂成为我们本场的最终胜利者 君嫂刚才拿奖品了 接下来还有可以获得由云陵野山绅科技开发有新公司并提供的云陵野山绅护肤品的套装送给你 好看好了 还有复理橄榄石宝石项链 我的天呐好开心是不是 谢谢 谢谢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场上君嫂的到来和其他五位前手嘉宾的光临 你们为这个舞台带来了精彩 也带来了无限的光芒 也要克敏地感谢我们独家冠名 位于中国肉鸡之香德会式的吉林德祥集团的独家冠名 也谢谢我们的富力盖蓝石 谢谢这么多给我们提供奖品的企业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吉林确实叫脑力大比拼 你不知道的吉林 你不知道的精彩 各位朋友我们下周见会